这东西是活的 这个绝对不能给你孤下 我无法给它孤下 大妈带活物登台健保 专家鉴赏一番后破口大妈 称这玩意儿是违禁品 曾经导致了一个王朝的覆灭 要求大妈赶紧上交节目组 不然的话后果不甘设想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妈的宝贝怎么就成了违禁品 在一档健保栏目中 一位大妈数着小盒子走上前来 声称这祖传的玩意儿自己看不懂 但听老闺蜜说 这宝贝还挺值钱的 所以就登台来听听专家的意见 说吧大妈就将宝贝塞给专家 专家在仔细品鉴一番后 突然惊呼一声 这是什么情况 大妈带来的东西怎么就活过来了 听专家解释道 这个活法光平眼看是看不出来的 想要让宝贝活过来 需要一些特殊手法 比如带到手上来回晃动 或者外界因素造成震动 这是主持人机智一语 拿鼓敲 专家认可了这一想法 但是说了这么久 大妈还是没听懂怎么活过来的 专家随之仔细讲解 之所以说是活过来了 讲的是他的工艺十分精细 工匠利用透雕 微雕 玉雕的工艺 集其一身 在这么一个小玩意儿身上 雕了许多蝴蝶仙鹤之类的装饰 经过外界一震动 蝴蝶和仙鹤翅膀的薄弱部位 就开始共振 所以看上去就像活过来了 之所以说大妈带的东西是活物 其实还真和一个活物有关 这件专家从益次元口袋中 掏出一个锅锅罐 主持人都傻眼了 专家的经历令全场爆笑 随即就讲解起了这东西的用处 大妈的宝贝叫做萌 是锅锅罐的盖子和它配套的还有两层网 锅锅叫的时候声音形成共振 带动罐顶上的萌 可以看到仙鹤和蝴蝶扇动着翅膀 像这种东西在民间也有许多 只不过百姓玩的都是专家手中的这种 外调也不心疼 只有贵族才会拥有大妈手中这种锅锅罐 专家讲这种文丸独属于中国 过去北京的顽固子弟管的叫玩意儿 什么意思呢就是专用于玩的东西可是殊不知 怎么就成了违禁品听专家讲完活物的讲究 又讲起了锅锅罐的由来 在北京人的眼里这就是个玩意儿 什么用都没有就是个玩具 包括清末皇帝溥仪也曾在龙椅下藏着这么一个玩意儿 就是这么一件东西竟然满朝文武爱不释手 上朝时都戴在腰间 专家讲的这个物件说明了清朝末气 朝廷处于玩物丧志的状态下 这也间接的导致了整个王朝的覆灭 大妈的宝贝也算是顽固子弟 玩物丧志的一个见证 最后专家问大妈 这玩意儿有没有找过其他人看看 大妈说当然了 自从家里翻出这么个玩意儿 大妈心中就有些刺恼 虽然大妈不是很懂行 但是看着精细的雕工 想着怎么着也能值个百八十来块 随后就在附近的古玩市场上逛了起来 问到一位老板时 老板的脸色顿时凝重起来 小心翼翼的说 这玩意儿是个老东西 但是自己的道行太浅 看不出这是个什么材质 随后就让大妈找专家看看 大妈一脸忧愁的离开了古玩城 惊想着这不会是个工艺品吧 连地摊小贩都不收 随后回到家中后 没想到下一秒就接到个电话 那边声称对大妈的东西感兴趣 可以出价五千万收购 大妈顿时下意机令 五千万可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大妈怎么也想不到这个东西 竟然能值这么多钱 在挂了电话后 大妈久久不能忘怀 突然电视机传来声音 原来上边播放着的是一档健保栏目 看着保有一个个的估价 大妈一个想法涌上心头 这玩意儿专家开的价会不会更高 所以大妈在阴差阳错之下来到了舞台 然而专家的一句话打破了大妈的幻想 声称这东西没办法估价 并且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违禁品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大妈的宝贝将何去何从 大妈带活物登台健保 专家鉴赏一番后破口大妈 称这玩意儿是违禁品 曾经导致了一个王朝的覆灭 要求大妈赶紧上交节目组 不然的话后果不甘设想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妈的宝贝怎么就成了违禁品 专家鉴定后的一番话 直接给大妈浇了一盆冷水 这东西不能估价 并且还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违禁品 随后专家解释到 这个宝贝的材质是有机宝石中的老大戴帽 戴帽是号称海底软黄金的珍贵动物 古代有句诗词描写戴帽 足下镊丝驴 头上戴帽光 在古代许多达官贵人 就用戴帽背甲制作精美的装饰品 在他们眼中戴帽就是 即将长寿避嫌纳服的象征 深得历代皇族的喜爱 只是由于近现代的烂捕烂杀 以及海洋的污染 导致戴帽已经成为国家规定的 一级保护动物 听到这里大妈心中只打鼓 这不能给自己抓进去吧 专家随后公布了鉴定结果 从大屏幕来可以看 这是 听到了专家的肯定 大妈心里高兴的同时 也在担心着自身的安危 毕竟这是命令禁止的东西 但是专家给出解释 大妈手中的是 清代传下来的老物件 是一种历史的传承 这种情况像是不会进小黑屋的 不过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进行交易 否则的话玉皇大帝也保不住你 最后专家的话给大妈指明了道路 专家说有两种选择 一是上交节目组为国家做贡献 另一个是带回家去 可以作为传家宝继续传承下去 并且可以以此作为警示 时时刻刻提醒子孙后代 一定要以物养志 不能够玩物丧志 在大妈再三思索下 最终决定带回家中 随后将宝贝取走 在节目采访中大妈表示 自己会将文物妥善保存 并留给子子孙孙以作纪念 最后在这里提醒大家 代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买卖代帽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为 同时也呼吁大家保护海洋 保护野生动物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可以打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